本地一名回教宗教师和他的一名学生 因为思想激进化和宣扬暴力思想 抵触了内安法令 遭内政部发出限制令 这也是历来首次有获得回教理事会 鉴定的宗教师被发出限制令 内政部是在去年12月5号 对46岁本地宗教师Murad bin Mohammed 发出了限制令 当局表示他推崇极端思想 包括宣扬种族隔离主义思想 教导学生必须杀死非信徒 和其他回教派信徒等 同时也呼吁信徒发起圣战 Murad曾在回教理事会的宗教师鉴定计划下 获得宗教师鉴定资格 不过这项资格已在去年5月被取消 他之后转而在网上宣扬极端思想 这是第一次 一个宗教师 被宗教师提供一个宗教师 以内政保障法 另一名接到限制令的是Razali bin Abbas 他今年56岁是一名寄工 同时也是Murad的学生 他去年9月被捕 10月被发出限制令 他在2012年开始接受Murad的宗教课 使他后来更轻易接受社交媒体上的极端思想 深信应当杀死欺压回教的一群 另一方面 内政部也说 另一名回教祈祷团前高级成员 Murad Juhari bin Abdullah的限制令 已经在去年9月到期后结束 Juhari是在2002年被捕 2012年在限制令下获释 一日前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